就在中共宣传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的2020年 庆祝的话音还没有落 在5月28日 中共总理李克强却在视频记者会上 透露了几个惊人的数字 反映出大陆底层民众的经济窘境 2020全面奔小康 月收入多少才算小康呢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 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 第二城镇居民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人民币 第三农村居民家庭每月人均收入8000元人民币 李克强说 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现在又碰到疫情 疫情后啊 因为与中共过去宣传的统计数字反差太大 李克强此言一出 让不少网友大吃一惊 有网友表示 前几天说人均100万资产 还以为都脱贫致富了呢 竟然还有6亿人月收入才1000元 都被媒体或宣传工具误导了 这些年一直有错觉 还以为国家多厉害呢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截止2017年 依中共官方贫困线的标准 中国还有3.1%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人数约3000万 而这些人的平均每月收入 只有200元人民币 约40元新币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提出 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2018年新年再表示 2020年彻底脱贫 如今到了2020年 却爆出许多地方官员 担心因无法达到要求 遭到问责 纷纷演戏造假 现实如此悲惨 中共却对外大撒币 习近平刚刚承诺 拿出20亿美元帮助外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 有网友问 这20亿美元用在同胞身上 让更多的中国人吃上几顿饱饭 不好吗 李克强公布的数字 也体现出中国贫富差距的严重性 在中国一半的人口 还在为吃饭问题担忧的时候 中共自己的报告也透露出 中共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2015年9月 出自中共内部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拥有千万以上资产 财产的有548万至560万人及家庭 其中在职和已退休的中共党政官员 有360万至365万 占比65%以上 请大家思考一下 致富的是谁 贫困的又是谁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